可是今儿有一个无品之府 参合起咱们朝廷的封疆大吏 大清的恩人吴三贵 康熙一上朝就拿出一份奏折 说是齐文贡赏 让明珠念给大伙听听 原来是朝周之府诸国志 上奏弹劾吴三贵有不臣之心 不仅暗中仰寇自重 还私助迎前招募兵马 同时和平南王尚可喜 这南王耿京中互相呼应 已然有了列土分疆之事 这封奏折就差把 吴三贵谋反二字写了上去 康熙扫尸一眼群臣 并没有对奏折内容 做任何评价 而是开始阐述吴三贵的功劳 其封功伟绩 可算是不下于满清八旗 但如今吴三贵势力颇大 没人敢得罪他 于是康熙又拿出另一份奏折 而这份奏折正是吴三贵反弹诸国志的 查 诸国志在任期间 屡屡抗命独职 该原无视朝廷严命 败坏国法民风 倒行逆施 虐待树原 草菅人命 臣特此上奏 将乱贼诸国志 就地神处 公开一展 朝堂上一片哗然 康熙将此事公布于众 就是想听听大伙的意见 不必窃窃私语 说出来 让朕和众臣都听听 明珠率先发言 说二人彼此弹劾 犹如针尖对卖盲 一时间无法判断谁对谁错 诸国志虽然人微言轻 但是所设事大 平夕王虽然战功卓助 但不免白币威侠 他建议将诸国志压戒京城 审明真相后再暗虑惩处 明珠的这番话 康熙很是赞赏 只要诸国志到了京城 就能让天下人看到朝廷削藩的决心 可让康熙没想到的是 老丈人索额图却持有不同的意见 原来索额图早已被吴三贵收买 他认为吴三贵功高盖使独阵一方 只因诸国志的直言片语就怀疑功臣 这必然会引起满朝震动 臣建议降职给吴三贵 令他将诸国志就地审明查实 一律成处 索额图华音刚落 朝中部分大臣纷纷复役 而对于二人的奏折 康熙用鼻子想 都知道熟真熟假 他明白吴三贵之所以如此蛮好 除了挟思报复外 更是要以此来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 但眼下并不是撕破脸的好时机 最好的结果便是将诸国志逮捕入京 名为之罪实为保护 而此时的明珠也早已洞察康熙的心思 康熙点了点头 随即将这件事交于刑部办理 吴三贵与诸国志二人互相上奏弹劾对方 而作为平熙王的吴三贵 拥有灵机专断之权 本可以杀掉诸国志向朝廷示威 此刻却和对方做起了赌注 老夫今天请你来 是想用你的人头做一个赌注 吴三贵告诉诸国志 他要赌的是钓鱼 如果你先钓上鱼来 那鱼替你死 你可以直赴京城 如果老夫先钓上鱼来 那你就替鱼去死 老夫要把那条鱼放回湖中 诸国志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因此当他听到这样的赌注时 不免觉得有些侮辱 是可杀 不可辱 老夫平生杀人无数 却从不侮辱人 你的生死 只看自己的运气 诸国志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觉得吴三贵是在戏弄自己 可吴三贵却表情严肃 没有丝毫玩笑之意 现有一线生机 诸国志便也不再犹豫 立马撒网做好钓鱼的准备 和首却是忍不住地颤抖 见诸国志如此紧张 吴三贵便和他说起自己冲入缅甸 抓获永利王猪油狼的往事 他曾经也和猪油狼以钓鱼相赌 可没想到对方却直接投胡自尽 猪油狼站起身说 这湖中的每条鱼 都是朕的冤魂 说吧 猪油狼投胡自尽 老夫一边钓鱼 一边看着他在湖中挣扎 直至溺水而亡 说话间 诸国志的鱼竿抖动 一条鱼就这样上钩了 贫心王 下王可先钓上鱼来了 恭喜啊 来啊 送诸国志下山 吴三贵没在犹豫 当场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而诸国志自始至终也没明白 吴三贵为什么不杀自己 原来早在朝廷的圣旨下达前 远在京城做人质的 吴三贵之子吴英雄 猜出康熙当朝抛出诸国志 以暗存财彻三番之心 于是就给自己父亲 写了一道秘形 圣上表面溢出诸国志 内心却提防着父王 当今之际 父王万万不可施展诸国志 以免引起朝廷非议 促使圣上生命 而建议将此人 进入京城 交刑不论处 已是光明磊落 而对于康熙下旨 招三番入京一室 吴英雄认为 其他两王可以奉旨进京 建议父亲须称 并拖延不来为家 因为三王之中 父王兵马过伴 所谓三番守在父王 只要父王不到京 上耿二王 必能安然无恙 而在京城 也安然无恙 眼下三番歌剧的局面 已然成为康熙的心头大患 吴三贵知道 必须要早做打算 可无奈自己远在云南消息闭塞 于是带诸国志走后 他才暴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素质秘质 从今日起 受予世子无英雄 临机砖断之权 有关云南方面的所有事情 它在京城 可代表我全权处置 如果你先钓上鱼来 那鱼替你死 你可以直赴京城 如果老夫先钓上鱼来 那你就替鱼去死 老夫 要把那条鱼放回湖中 吴三贵和诸国志的钓鱼之毒 你真的看懂了吗 吴三贵听取吴英雄的建议 将诸国志压界回京 但在临行前却突然提出 要和诸国志比赛钓鱼 虽然感受到屈辱 但诸国志还是决定试试 然而他紧张得不行 吴三贵见状 便与他聊起了天 你是前朝崇祯皇上的旧臣 前名皇上代理如何 我诸家 是在受明朝后恩 而你如今 为何不改姓 爱新觉罗呢 我仍然姓诸 但是我却要做大清朝的忠臣 大清兴 大明王 此乃天道 吴三贵这一连串的追问 更像是在质问诸国志 明朝待你不薄 但你却背叛明朝忠于清朝 你诸国志还要点脸吗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别看诸国志说得大义凛然 但事实上丧尽天良 震惊朝野的江南三大案 都与他有关 所以并不是诸国志忠心耿耿 他只是没的选择 紧跟着 吴三贵又和诸国志讲起 永利皇帝朱油郎的故事 老夫攻入缅甸 申请了这个伪皇帝朱油郎 拘禁在此湖畔 有一天 吴三贵接到清廷密旨 要将朱油郎压解进京 于是他也和朱油郎 展开了一场钓鱼堵住 但为了保住自己的气节 朱油郎跳湖以身训捷 老夫一边钓鱼 一边看着他在湖中挣扎 十几年来 老夫从来不吃这湖中的鱼 吴三贵看似情深一切 实际上是在包装自己 已是对大明的忠心 而朱国志又是前明官员 二人同为前朝遗老 又同时投降大清 这相同的背叛经历 便会有类似的心境 今天的一番对话 无疑是要唤起朱国志 对于明朝的怀念 唤起他的民族意识 更是想要拉拢朱国志 也明自己反清复明的意图 但此时的朱国志 却是忠心耿耿效力于大清 所以面对吴三贵的羞辱 以及拉拢 他依然面不改色 见无法从他口中 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 吴三贵也只好放他下山 然而让朱国志没想到的是 所谓的钓鱼比赛 其实是吴三贵故意输给他的 他之所以这样做 一是因为如果杀了朱国志 便给朝廷坐实了造反的罪名 这必然会加深康熙薛藩的决心 二来是吴三贵面对薛藩 他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随时应对康熙的任何决策 送朱国志回京 便可顺利拖延时间 于是 在送走了朱国志之后 吴三贵便开始做起了准备 今后啊 在仰寇自重的同时 吴三贵还决定要扩充实力 诸国志这边 也带着一个人 走在了前往京城的路上 而这个人 日后也会成为吴三贵的克星